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地区 上海大都市区拥有3930万居民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是东亚唯一一个GDP超过上海的城市 相应的资本 截至2018年 大上海都市圈的都市生产总值 名义 估计接近9.1万亿元人民币 1.33万亿美元 超过了GDP为1.22万亿美元的墨西哥 位居世界第15位 上海是世界主要的金融 商业和经济 研究 教育 科技 制造 旅游 文化 餐饮 艺术 时尚 体育和交通中心之一 上海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 2019年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是全球客运量最繁忙的10个机场之一 也是服务上海大都市区的两个国际机场之一 另一个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长江口 北林长江 南林杭州湾 东林东海 土地由长江的自然淤积和现代维肯工程形成 因此 它有砂质土壤 摩天大楼必须用深混凝土装建造 以免沉入松软的地面 上海的省级直辖是同时管理河口及其周边的许多岛屿 南与浙江省接壤 西 北与江苏省接壤 该市最北端位于崇明岛 该岛是中国大陆继20世纪扩建后的第二大岛 它在行政上不包括崇明北部的江苏飞地 或行程上海阳山港的两个岛屿 它们是浙江圣寺县的一部分 上海西北距北京约1100公里 东南距广州约1400公里 打扰一下 如果你喜欢上海 请评论 继续 上海位于冲击平原上 因此 其6340.5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 绝大多数是平坦的 平均海拔为4米 河口周围存在潮滩生态系统 但是长期以来 它们一直被回收用于农业目的 全市少数秋林 如舌山 位于西南 其最高点为杭州湾大金山岛峰 103米 上海有许多河流 运河 西流和湖泊 作为太湖流域的一部分 它以丰富的水资源著称 上海市中心被黄浦江一分为二 黄浦江是战国时期春深勋爵下令创建的长江人造之流 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位于黄浦 浦溪 西岸 靠近苏州河口 与太湖和大运河相连 在黄浦东岸 浦东 设立了中央金融区陆家嘴 在上海东岸 浦东国际机场的建设对当地湿地的破坏部分被附近的九段沙浅滩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扩建所抵消 目前为止就这样了 谢谢收听 请订阅最好的地图和上海的爱 再见 请订阅最后